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的胜利者 至于胜利者最后是干啥用的 我会在接下去的冰冠堡垒里详细介绍 先来说说预赛吧 在经历一系列阵营之间不管友好或者不友好的对抗后 当勇士们通过鹰白十字军降临的预赛之后 黑骑士来访 也就是巫妖王的探子 目的是来暗杀预赛的冠军 也就有了后来卢士传说中陈卡黑骑士的特效 直接消除一个带嘲讽的勇士 包括提里奥福丁 没想到黑骑士在预赛中被勇士们击败 阿尔萨斯突然觉得这个试炼比赛所选拔的还是有点实力的 然后发生了后续十字军试炼团队副本的故事 当十字军试炼正式开始时 被选招的勇士开始了他们第一关的试炼 预赛十字军在诺森德抓来的野兽被用来测试勇士们的作战能力 当然在剧情上 楼上的老大们还是都保护着楼下的小弟们 所以就算你差点要死了 迎败十字军的护卫也会保护你 最多伤残 绝不致死 所以十字军试炼是存在着尝试次数的说法 要是你尝试50次都没有通过 那说明你真的不太适合打副本 当第一关我们突破后 第二关是联盟诸如素使 打算召唤一个普通的恶魔来对大家进行试炼 万一大家不敌恶魔还能控制把恶魔收了 结果这个素使竟然召出了加拉克苏斯大王 直接把素使灭了 导致场面无法控制 也就有了后来卢斯传说的橙色卡片 大王卡 出场会直接消灭你的英雄 也就是卢斯传说中的一个彩蛋 当第二关的闹剧被勇士们平息以后 我们的Garash就非常不高兴 嘴巴里开始碎碎念的嘲讽 华里安国王也觉得是丢了面子 又被部落这么说 他肯定也很不高兴 两位最冲动的人终于最终还是骂了起来 结果本来第三场安排着银白十字军军官的试炼 变成了联盟和部落的大乱斗 老福丁肯定对自己邀请了这两位战士 特别郁闷 结束了阵营之间的乱斗 门外阿尔萨斯的瓦格利已经在外面巡逻了 被银白勇士抓了以后 直接拿来当作第四关的试炼 虽然阿尔萨斯已经注意到了这片区域所发生的事情 也许是想再试探一下勇士们的实力 阿尔萨斯并不急于露面 而是等待瓦格利的实力测试 当瓦格利被击败 乌妖王最终还是现身了 由于当初尼鲁布人乱挖乱窜 银白联赛的下方早已是一个巨大的巢穴 乌妖王把已经死过两次的阿努巴拉克再一次复活 希望能在这里解决掉整个胜利的勇士 以此来减少十字军的战斗力 没想到十字军的勇士还挺能打 深深地拿下了阿努巴拉克的第三次生命 可怜的阿努巴拉克的命运也终于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蜘蛛王国的国王被扭曲抑制的复活了两次 为自己的敌人效力 在灵魂上是极其的折磨吧 整个十字军的试炼 在剧情上可能并没有多大的突破 或者说可以讲的点 只能说是算是给常年打怪的我们换了一种新奇的方式 炎武场式的游戏模式也让暴雪终于发扬光大 那下一期冰罐包里我会为大家介绍 十字军的试炼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举办的 真的会有那么欢乐吗 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